主料,西兰花一大颗,胡萝卜半根,辅量,蒜五六大,盐,十三香,西兰花洗净切小朵,胡萝卜切片再切成小花状,蒜切末,锅内烧热水,放入西兰花和胡萝卜,桌水三十秒,水中放少许盐和油,然后快速捞住过凉水,沥干水分,油热后,放少量蒜末和盐,顾着拍照了,有点糊, 放入西兰花和胡萝卜翻炒,出锅煎放入蒜末,加盐翻炒几下,烹饭技巧,西兰花放到加盐的水里浸泡几分钟,开水超时加点盐和油,三十秒后快速过凉水,可以保持西兰花脆嫩的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